你自己對於導致原則的看法 你要怎麼看? 導致原則 我沒有特別想過 但如果你這樣問 我的想法是 導致原則有很多的 就算是終極 可能也有很多叫做終極的 譬如有時候看權利 有時候好像這樣看 如果Sandell的翻譯是福祉 功利主要的效率 我們通常說快樂效益 它譯作福祉 用它的譯法 福祉 我們去看義務 我覺得道德問題是有些基本上是解決不了的 就是這些道德原則之間的衝突 除非你可以定到一個優點 即什麼情況之下這個override那個 好像John Walsh那樣 他的原則有優點 有衝突我們就可以解決問題了 但是我覺得這些問題很難說到一定是 就是我覺得道德上一定是對錯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 因為那些是我整體看成是道德原則之間的衝突 而我們又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你很有理由去說服到人 為什麼這個道德原則可以override 因為他們幾乎是衝突的 我覺得是 你做不同的道德原則有不同的世界觀或者假設的 是啊 是啊 那個假設是不同的 比如說一個儒家的世界觀 基督教教的世界觀和佛教的世界觀 是相當不同的世界觀來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對同一件事情 終極而言也是這樣說的 就是會有很不同的判斷 那些沒有可以拗 去到拗到最後可能不是在拗道德理論的問題 是在拗形術學問題 我只是這樣看的 就是剛才說的那個都合理啦 有道理啦 就是沒有時候有衝突這樣 但是我就想這樣說的 就是說有衝突的case是有 我同意的 但是不表示任何情況都沒辦法決定高低這樣 就是我覺得可能分別差到這裡 所以你下下動不動就說 一定是要說哪一種狀態原則 那當然有問題啦 就是大個主觀性強啦 但是說你一般情況 就是哪一種好一些 或者比較合理多一些 那我覺得如果不說的時候 真的變了我們沒有作道一半段的了 就是要這樣說 因為最重要就是這兩大派 或者加上第三派 就是今天都比較流行 就是講德性人理學 Out of natural ethics 那你說所有的都沒辦法對任何問題 有作決定的時候 那真是我們變成道德的東西 不需要去作思考的了 就是變成可能是 我想光耀的意思不是這樣 光耀的意思就是說 我想我們今天講的這個case 就比較 我就想問問光耀 不是講這個case 你認為一般這三個道德原則 是不是有你剛才說的衝突 就解決不了了 就是有些case 就是有些case 是他們有衝突 就解決不了了 有些case 就是有些case 解決得到 你是不是跟這一點 如果是的時候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不是的時候可能變成 我們現在講這個個案 都可能浪費時間 怎麼說 那個問題可能是這樣 譬如說 有些道德問題 就是譬如殺人 那你根據哪個理論 都是不對的 殺無辜人 你根據哪個理論都是不對的 那就沒問題了 大家都 就是我們可以判斷到 無論你根據哪個理論 公理主要好 義務也好 你說權利也好 那你這個是不是都是錯的 OK 那有些情況我覺得就是 那個怎麼說呢 我反而覺得 可能在一個直覺上 就是我覺得這個情況是 是用這個原則是對的 OK 那些我又覺得解決得到的 好了 但是還有一些我講的解決不了就是 就是 因為 就是你排不到一個優勢 我實在是 這樣就解決不了 是 但是阿光如你這樣回答 一邊都可以有一個討論 因為你說有些個案子是可以的 你這樣說 因為我最 所謂可以的那些其實是 你那些個案子都不行 就不能再討論 所謂可以的那些其實是 你不可以跟我們一起討論 但是你說有些個案子都可以 那問題就是 有些個案子就不行 沒有所謂的事 沒有所謂的 所謂得志士 就是我自己覺得可以的 就是可能有人對 我覺得有些個案子 是 可能真的 道德直覺可以 或者純粹直覺 不要道德直覺 就是說 咦 這個是用這個對的 不應該用那個 就是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而已 OK 就是對我來說 我覺得解決到的 你補充我 但如果是其他人都會同意這個題目 我想問清楚你的意思 就是說我覺得這樣 你那個我覺得 你的意思就是兩個意思 有可能性 第一個意思就是 你那個覺得就是純粹主觀 我覺得你可以 就是不會去反對 其他人覺得是不行 這樣 那這個第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你那個所謂 我覺得是純粹主觀 就是道德原則 就算你說有些個案子可以的意思 都是主觀的 就是我覺得的 誰知道其他人 覺得不行 這個是第一個意思 就是我所說的 道德相對主話 他不至於我的 不是不是 我講了兩個個案子 講了兩個情況 講了兩個情況 第二個情況就是 我覺得 而且覺得 人用理性去思考 都應該覺得的 這樣才有講道德的東西 否則 就算得的 都是我個人覺得得的 沒有普遍性 起碼道德在這裡 就不可以討論任何的行為 對不對 那你兩種的看法 哪一種 我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 我說 有時候衝突的時候 我覺得 就是我的意思是 我覺得是 直覺上覺得 應該用這個原則 對的 那我這個所謂 直覺還是覺得 用這個原則是對的意思 是什麼 就是 我都會覺得人家的直覺 都跟我一樣的 但是呢 總共有些人 是不同意的 就是我意思是這樣 分清楚 你說事實上有些人不同意 跟你應該沒有人會不同意 是兩項目 如果你說事實上有些人不同意 那沒問題 不要說你有沒有 那是事實上有些人不同意 那你認為起碼有些案子 道德上可以有普遍性的思考 可以落到判斷 你是否同意 那是否普遍性的思考 那我不知是否 譬如我舉個例子 因為這些問題 我覺得比較難 因為當我說直覺的時候 你可以說 其實這個所謂你的直覺 只不過是你在這個社會長大 你是受社會化 而形成你的那個直覺而已 但是如果在別的社會長大 你就未必有這個直覺 會碰到這些問題 譬如我舉個例子 譬如說 人工這樣 人工怎樣分配 我直覺上 就覺得不應該是平等分配 就是說不應該是 你做365做36的 我也是 直覺上是理性上 不要理 譬如人工怎樣分配 我覺得應該是 如果你 你貢獻多些 老陸些 就應該得多些 我覺得 這個直覺 所以我覺得 由這個直覺 人工分配 就是應該用這個原則去分配 譬如說 權利呢 怎樣分配 不是有權利 我直覺上覺得平等人 也一樣 不應該有些人多些 有些人少些 OK 就是說 我想說的直覺就是這個意思 我說 總有些人不同意 譬如是一些 很相信社會主要的人 就不同意 不同意 我剛才那個 第一個說 就是說 貢獻多些 就分多些 可能覺得 大家都應該平等分配 就是 我是說這個意思 就是說 我覺得 有時候 是 是 可以 可以這樣 直覺上 當你說背後有沒有理由 我不知道 可能沒有理由 純粹是直覺 就是 我說這個意思 我想 討論道德問題 始終都要說 道德原則沒有普遍性 這裡可以 要有一個 很不同的了 如果真的有一些 剛才我講的 道德相對主義者 或虛無主義者 他覺得 之下的討論 就是個人主觀的 看法 就是這樣 你那個很明白 很同意 你都明白 你覺得相對主義 還是虛無主義者 因為 沒有去到那個地步 剛才我講 那就要搞清楚在哪裡 因為去到這裡 我就先講得 明白一點的時候 就是說 以後的討論 可能你覺得是一些 純粹個人的意見 那就是等於我們 口味的東西 純粹個人口味 以下 就是你可能不下了這個判斷 但是我會覺得 一般講倫理學的人 一般 就是這個一般 我沒有統計數字 但是比較多 就覺得真的有普遍性 雖然有些個案子 很難決定普遍性 或者事實上 有些人不同 這種普遍性 但是始終 理論上都應該有普遍性 否則倫理學 真的建立的意見價值是不大 如果沒有一個客觀的 或者普遍的理由 所以我想搞清楚 你那個是否接到普遍性 因為那個問頭 我當然覺得是這樣 不是 因為它不是 一是普遍 一是不普遍的問題 當然 你當然同意 那你不要講道 你甚至不用講道德 你社會當然有些規則 大家要遵守 一定要遵守 那就是社會 那一定有普遍性 在你的意思之下 OK 你總有些是有普遍性的 但在道德裏面 可能就有些 有些東西 它又不是真的相對 但可能又沒有那種普遍性 這個我同意了 因為我們今天那個個案都沒有討論 但你好像很強調你講的東西 跟我剛才問的東西 講的很不同 但你那個很不同的東西 我完全完全討論 因為你說很難 事實上有人反對 事實上很難去分普遍性 或不普遍性 那我完全同意了 問題就是 是不是可以一般來講 做到一討論 是真的可以判斷 合不合理 這樣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最後覺得很難過這裏 那你至少你當個人意見 我不是覺得是有可能的 做到討論 你可能最後解決 但我總覺得認為 總之有些東西是 你經過充分理性的討論 都解決不了 這個也是跟我沒有衝突 因為我也同意 當然有很多 比如我上次都講 我其實不是跟你說有衝突 你問我怎麼想 我這樣說 如果是大家相同 我就可以繼續去 好像你很強調不同 你講很多 好像跟我不同 但是我正正確定 你講和我不同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不同 我沒有比較過 我講我怎麼看 是很明白 因為你講一講 也未必是很極端的相對主義 就算真的講義務論 講儒家的人 都會有這些思考 所以後來義務論 就有新義務論 儒家都有新儒家那些 就是吸納了一些西方的人 然後觀點 所以你一看 很多人會想到 接受同意 不過是否就表示 道德的東西 不可以再真是進一個客觀 理性的討論呢 那兩回事就是難 或者可能很多個案都不行 但是總是有個個案 可以的時候 我們都覺得 起碼我們繼續討論 嘗試講一下 是不是真的合理呢 變成不是個人純粹主觀 好像我們以下講一些口味的東西 你喜歡吃雪糕 喜歡吃蛋糕 那些很不同 我們今天 或者以下的討論 那我想確定 你覺得 都可以做一些理性分析去討論 那你永遠都是去做討論的 但是我意思是 這個極端相對主義者 覺得這些理性的問題 我不是極端相對主義者 其實我的意思是 就算我們做一些很 不斷地做一些很充分理性的分析 去討論 我總覺得有些道德問題就是 就是 就是 完了這個過程了 其實都沒有一個 一個客觀答案就是 他是對還是不對 那個問題 其實我想說一件事 但是你沒有客觀答案 變成那兩個人又要問你 因為想搞清楚你的想法 你說沒有客觀答案 意思就是 你怎麼說都沒有了 就是說不是 都是有 有得來就是 那個普遍性客觀性 可能就是 比較難去達至的 這樣 很不同的 因為你那個人說沒有 這樣 可能以下 我會看你的想法就是 以下我們講話 我意思是說沒有 我們經過充分理性討論之後 你就可以說服到人 這個就是一個 一個解決 或者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對 或者是不對 這樣 就是我意思是這樣 你那個說法 其實我都是 應該 我們讀志學的人 應該經常要有的想法 就是說不要 將自己的想法想到 唯一 甚至最高 或者最高 這樣 很容易 就是就是 不要那麼 就是 將自己的看法 看得那麼 那麼合理 這麼exual 這樣很同意 不過就是說 是不是強多的地步就是 跟著那些討論 全部都是個人主觀的意見呢 這樣 那你不至於 我又不是說 我又不是說 討論沒有價值的 就是等於這麼說 現在我們有十個 道德問題 我們要解決了 那麼 我們經過充分理性討論 然後我們可以解決了 其中五個的 我意思是 只不過說 經過充分理性討論之後 原來還有五個 似乎就是 是理性上 就解決不了那個問題 就是你 就是他可能涉及很多因素 比如 大家世界觀不同 之類的那些 我只不過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我不是說 理性討論 因為你不經過理性討論 你就不會知道這個問題 是不是理性討論 都可以解決不了問題 就是我想說 我不是一開始說 你討論不到的 沒有用的 就是你討論之後 你才發現 原來討論都是沒有用的 你才說這句話 是 也同意 我們可以以下 都做一些理性討論 不是 主觀的口味 氣泡 所以 我想我們一致 在這點上 不過 可能你 長調些 不要太過 主觀武斷 多些去 預留一個 可能性 甚至是 可能沒有結果 這個非常之同意 不過我覺得 我們繼續下去 我覺得 我們這些討論 都是一些理性討論 不是純粹表達個人情感 因為有些 另一種 叫做情感主義 那些 那些 會有問題 這個順便插口 我也想說很久 現在你看 我其實從來不明白 為什麼 道德情感主義 是會是一個學派 還要我們讀 我從來不明白 為什麼這個學術 是要值得去 我覺得 office 這個是有問題的 但是我不明白 為什麼 會是 要值得我們去讀 這樣的東西 我一直以來都不明白 這個問題 他們或者是 那時候問問陳先生 問問陳特 陳特說的很有趣 他又不是直接回答我問題 他只會這樣說 是的 有時候有些學派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很流行 變了學派 就是 他的答法 我覺得他 隱藏的訊息 就是 是的 那些其實 是很有問題的 我覺得 他隱藏的訊息 就是 這些所謂 這些 這些道德情感主義 可能只不過是 一張fashion 不知道為什麼 那時候流行 其實不知道為什麼 這幫人聊起 就流行 我們就要讀他 我覺得陳特 可能有這個訊息 但是他回答這樣 就是 我會覺得就是 很明顯 我覺得就不是 就不是 就不是 純粹是一種 情感的宣誓來的 就是有情感的表達 但是不是只有一件事嗎 其實我從來都不明白為什麼 這個 這個思想是 就是這麼有價值 就是我不是很明白 這裏 打轉一會 OK 這一點也都同意的 因為是 道不道德 和喜歡不喜歡 那是兩件事 我們分得很清楚 就是判斷一件事 道不道德 和我喜歡不喜歡 那件事 就是 因為情緒 情感那些是 主觀的意思就是 喜歡不喜歡 如果簡單化 非常之同意這個說法 不過如果你說 為什麼這樣都興起呢 那可能就跟相對主義那些有關 也有相對主義 說到說 沒有道德的 但是日常生活裡面 那些人經常判斷 道不道德 他們說 可以說一種解釋 就是 就是說 所謂道德 其實就是喜歡不喜歡 可能 不大意識 他背後都是道德相對主義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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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真的道德相對主義 就是說 他不是真的 想支持可能有這個效果 我猜 就是因為當時那個背景 就是邏輯實政論 就是 那句說話 有沒有真假 就是看有沒有認知 就是有真假 你一就是分析 一就是綜合 那你價值判斷那些就是沒有真假 沒有真假就是判斷 那是什麼呢 就是純粹的 就是我猜 就是我上去猜測而已 我沒有研究過 我猜這個學派 為什麼流行 因為當時邏輯實政論流行 那是這個學派一種 就是 就是依著那種興起 就好像 好像流行 那邊都是這樣 起碼其他一點 JJ是邏輯實政主義者 起碼其他一點是有關係的 不過我想我們 就是要不要下去那個 具體的案件去判斷 就是 譬如那四個人 那如果兩位 對於四個人 你做一個做一個判斷 不要理 就是實際 法官怎麼判斷 那你們會怎麼判斷呢 譬如這四個人 你們會怎麼判斷呢 我反而又跟法官說 我跟他講是沒有neccessity 但問題就是 你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到哪個地步 認識neccessity 就是 大家都是 就死了 就是 大家都sense到 可能就是 你過不了今晚的了 OK 那你可能 那就是neccessity 那你就可以 justify去殺那個人 但問題就是 當你到那個地步 你已經沒有能力 拿起把刀做這件事 我覺得會是那個問題 就是這個neccessity 是會出現的 但是呢 你已經沒有能力 去做這件事了 我justify 我跟那個法官說 喂 如果你說我是個法官的話呢 可能我問的問題 就不是一個道德問題的 就是 就是剛才光耀說的 就是我作為法官的話 我當然是問一個neccessity 就是 我的法例怎麼寫 我就怎麼做了 但是如果我的法例怎麼寫 就怎麼做的話呢 第一個問題 我想我會問的就是 就是 案發現場 是不是大英帝國的 Juridiction cover的地方呢 聽說是太平洋某個 某個海面來的 那裡是不是英國 公海 公海 公海的 公海的 那裡是不是英國來的 那裡如果不是英國的時候 我憑什麼法例判啊 是不是呢 你做法例的 他們是根據那個船 只要這艘船那個 登記那個地方 才有權去審這件案 通常是 根據 那裡有四個英國人 可能去審 不是啊 不是啊 是根據 比如說 如果我在公海的 我的船發生命案的 誰有權去判呢 就是 這艘船註冊那個國家 那個地方 才有權去判那個 那可能 我不知道 但是去了救生艇 救生艇 是不是就是 我不知道 我看這個 我也有問題 船陷了 救生艇沒有註冊的 就是 你 我不知道你怎麼計 你給了我 是個法官 我想我第一個問題 先問這些 大哥 你給我這件事 我來判 大哥 是不是應該判 關不關我事 不關我們英國事的話 我直接不判 浪費納稅人錢 就是 如果你問我是法官的角度 我會這樣看 我不是很想做 我講真的 可能都問過了 不過我沒有看到很細節 就是看網上那個 可能問到都不頂 就是 道德法官這些實行 這麼法律性的 就是 道德上怎麼看 你做法官的技術性 那個問題 就是道德上怎麼說 我就不會由法官的角度看 就是 法官判案都不會由 就是 所謂道德的判斷 就是倫理學的判斷來看 那我自己覺得 就是這一宗這樣的案件 我個人當然覺得 我自己導不出 就是要我生一個人來 去維持自己的生命 就是 就是我們仔細 就是這個可能我個人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有一個 論調我覺得是 不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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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支持的 一個論調 就是說 我殺一個人 就是在這個 逼於無奈的情況下 我 我 我把最弱的人 或者沒有辦法抵抗的人 處置了 當時他們的確是這樣做 正如剛才光耀華澤 喂 或者阿彪叔也有提到 喂 我不一定要殺最弱那個 我為什麼不殺最强那個 耐吃一點都可以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抽籤呢 我幫你抽 是不是 就是這麼多的可能性 這個很明顯 他們那個原則就是 殺最弱那個 最沒有機會 所謂最沒有機會 survive那個 是不是 我想他當時那個考慮是這樣 喂 就是如果我們 在一個 就是社會裏面 我們永遠是 向最沒有機會的人 埋手 來到去對其他人 的利益 來到去 傾斜的話 那個社會是一個很恐怖的社會 你真的不要弱的 你 就是你一弱的話 你就 你被人欺負硬 你最沒有機會贏啊 是不是 你最沒有機會 survive 那為什麼給你機會呢 就是 將機會留給 真是有機會的人 是不是 一個這樣的理念 就是我們真是在現實社會裏面 將它發揚光大的話 我覺得會是一個很恐怖的社會來的 就是我覺得 我就不願意這種情況 或者這種理念 就是繼續擴張 那些很同意 那些很同意 那些很同意的機會講法 就是特地弱勢社群 在社會裏 就是經常都不需要人重視 所以說民主 有時候 如果你不強調說自由人權 這些 經常都會出現的 就是多數人怎麼看 就是這樣決定的實 真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那些弱勢社群 在民主社會都很受到壓迫 這個很同意 所以我覺得就是民主和人權 兩者都要提到一個相同的高度 不能夠民主蓋過人權 或者反過來人權 人權蓋過民主 那我和Dale這個說法 那我和Dale這個說法 那江耀呢 就是江耀做一個道德判斷 就是你四個人這樣 就是主謀那兩個 還有那個武丹 你沒吃人肉 那你覺得這個case 那如果我 我判斷就是 就是要是自己犧牲 那船長有沒有自己犧牲呢 因為船長是 因為船長是 因為船長的責任是大一點的 是 即是說 他應該是要保護其他人 所以其實會不會應該 船長自己犧牲呢 我懷疑就是 如果從一個道德角度看 因為如果你計算大家的責任 船長的責任 就是要負的責任大一點 可能船長犧牲 即是我 如果你根據道德 可能就是這樣判斷 船長自己犧牲 OK 但是他可能會這麼拼 他可能說 我是船長所以我不死 不可以 我 我就整個船去救那些人 我教我 因為 因為 其實就是 當然實際不是這樣 就是 如果我看電影 那時候 那時候船遇險 就是說到船長不走 其他人 逃生 我要 就是我要留在這裡 不知道做什麼都好 或者找其他人 或者保護一些人 當然實際不是 實際看到 例如南航那件事 上次船長 我船長第一 過錯 過了 過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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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 那些電影都反了 那個意識就是 船長是有個 高調道德站的 在 特別遇到危難的時候 他是有個道德站去 去拯救其他人 所以應該 如果你問我 我判斷就是 船長應該犧牲 這個就很視乎 大家怎麼看船長的 role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這個 就是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 航海界的共識 就是說 做得船長 你就是 go down with the ship 的了 是不是 如果你是go down with the ship 的話 船沉你跟著沉的話 船都沉了 你是不是應該 你都犧牲了 照道理 make sure 船上的任其他人的福祉先行 這樣 是不是真的有個這樣的 duty 如果是的話 很明顯 好像船長給人吃的 那個責任大一點 我們也不用吃光你的 你就眨著手來 大家吃一下 你又不用死 我們自在飽 又不是要拿你的命 你吃完左手吃右手 看看牙去什麼時候 下隻海龜出現之前 你保不保住右手 是吧 很多可能性 其實 那些爬橋 就是這四個細節就要爭的了 剛才David也說到 這艘船是不是屬於英國 這個法例 可以用類似的理由去爬橋 就是 我在船上我做船長有責任 就算你要我先犧牲 我都做好 都願意 但是救生艇 不關我的事 救生艇 我和你一樣 我沒有特別 那些爬橋 是呀 我都覺得瑣碎 我都覺得這個 沒有什麼好爭的了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好爭的 不過我自己覺得 你真的要我說 我又沒有什麼特別理由 我真的覺得 你給我做不出 要死大家一起死好 剛才我們說了真實個案子 如果真實個案子改了一點 這個問題我經常想 起碼訓練思考先 不要說道德意識反省 或者對法律有沒有什麼 共益之類 如果想你當一個 社交致力都挺好的 譬如我們試想一個個案子 就是 因為他最初那個船長提議是 偷簽的 好了 抽簽 四個人都同意了 還有最後都不用殺 那個是自殺的 譬如決定了那個是自己自殺的 那你覺得沒有了問題呢 如果這樣改一改那個得逐個案 就是說 應該就不是啦 很簡單就 因為這個 牽涉到人可不可以成為一個 純粹成為一個工具的問題 就是把人變成食物 就是把人變成工具 就是對人性的一種否定來的 就是人性尊嚴的一種否定來的 就是我覺得不可能 光耀呢 如果你覺得公平抽籤 不可以殺著他自殺 我只能夠說 這個是公平過第一個 好過第一個的做法 好過第一個做法 因為第一個是有阿Dee的問題 你分明欺負一個弱者 你分明是一個不能夠反抗的人 擺明是 這個已經是不fair 這個fair 這個好一點 這個fair fair一些 但是fair一些得來 你都是有一個idea 就是要把人變成純粹的工具 把人變成純粹的工具 就算是 有人會說是契約來的 契約來的 所謂道德的東西 我們只要定立一個契約 大家同意有一個人肯 有一個人犧牲的 但是這個都是 這個契約可以是 不道德的契約 我自己覺得 不是你契約 你怎樣契約都可以 大家合起來契約 一個 定一個不道德的契約 都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 定法的契約 本身是不道德 我又再設想 再想一下 這次不是說 有個人建議 就是抽籤 然後自殺 而是 真是有個人 譬如你講過 那個警察 沒所謂 誰都可以 他真是這麼偉大 他覺得 不如我死了 救回那三個 他自殺 他自殺 他自殺那三個人 照吃他的肉 有沒有道德問題 你覺得 如果這樣 可以把個案子改 我覺得 那個道德問題是少很多的 少很多的 反而那是 是不是道德問題 就是 吃人肉 就是你吃了一個死的人 這個 你為了生存 你吃了一個死的人 我不知道 如果是我處理的情況 我會不會這樣做呢 如果你現在問我想像 好像我也做不出 這樣 但如果我真的到這個情況 我已經餓到 餓到 餓到不知道 可能做得出 又未定 我不知道 如果你問我現在理性狀態 就是 甚至那些人 自己自殺 犧牲自己 我去吃他 好像都 好像 吃不下 我純粹是 從這個看 你吃不下 是覺得不理性 吃人肉 有一點像 David 背後可能有想法 就是人有尊嚴 有些東西 那些人死了 但是你吃他 好像是 你是在傷害這件事情 就是說 如果我感覺就是 可能覺得 嘔心那種噁心 但背後可能那個 理念就是 可能是這個理念 就是 人本身有尊嚴 有價值 那些 就是 我懷疑會是這樣 但是 如果 我現在這樣說而已 如果我真的 現場餓到 我會餓到 餓到什麼 這樣的時候 這樣理性 控制不了 就是可能 照吃都還沒頂的 我想這個就牽涉 我想這個就牽涉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 Odd implies can的時候 就是說你應該做什麼 就 吻含了你能夠做什麼 這樣 那你說如果你說 真的餓到瘋了 那你控制不了 就不能說 這個就 就 就 因為你控制不了你的行為 那就沒有所謂道德不道德可言 是吧 但是另外一個情況 就是有人說 什麼叫can呢 其實 Odd implies can 說應該吻含能夠 那什麼叫做能夠呢 就是好像有些人會 會justify 就是合理化 吃人肉 的那個情況就是 我不能夠不吃 因為我不吃 我就會死 所以我不能夠不吃 那我不能夠不吃 我就必須吃 那我哪有道德責任 是吧 就是我們可能這樣 有人 但是你可以死 其實你可以死 是啊 就是 你能夠 Odd implies can的 那個能夠 包什麼不包什麼呢 就是你可以死的 為什麼你不選擇死 但是其實很多時候 你看到我們 就是 一般人 在現實世界裏面 做道德抉擇的時候 就好像說 我怎麼可以不敢這樣做 我不敢做 我死的 這樣 所以我一定要這樣做 譬如這樣說 譬如好像說 最近我看到新聞 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留意這個新聞 我都是看 就是我們有個同學 孔雪兒 我蘇姨 她最近 她Post出來 在Facebook裡看到的 因為不是主導媒體有報的 這個新聞 就是說 有個警察 高級督察 她去非禮一個 一間店舖的女店員 一個懷孕的女店員 兼非禮法 就抓住人 強敏了三四次 接著還要 虎摸人家的恐怖 這樣 這個很離譜 就是非禮到幾乎強姦 在這樣的情況下 人家的老公在署的 好東西就在那裡 人家的老公在署 人家的老公在署 那時候當然是報警 因為那間店舖 他已經抓了閘的了 首先我要知道 那個警察喝醉了 OK 這個 但是喝醉了也沒有那麼微譜 好了 做完這些事情之後 人家抓閘 報警 OK 就是抓了閘的了 他才做這些事情 總之人家老公就報警了 那報警的時候 他突然走醒一些 還是怎麼樣呢 跪下來在那裡求他們 叫他們不要報警 讓他走 接著就說要給他一百萬 就是不要揚出來 接著就說 你這樣逼我呢 我只會跳樓死 你 那你都不想我女兒 沒有 沒有了個爸爸的 諸如此類 那這樣的案子裡面 後來當然是告他 現在正在上庭 但是那個點子就是 你從那個警察的那個角度看 他都知道自己做些事情是壞的 都是找一百萬賄賂人 是不是 我是說賄賂人那裡 不是說非禮告 非禮告是不對的 但是他找一百萬賄賂人 不對呢 有些人就說我當然一定要賂一百萬賄賂他 如果我一百萬賄賂他 我就可以脫身的話 這個是我唯一 脫身 我唯一不用死 不如這樣說 我唯一不用死的行為的話 那我就justify 對 因為 odg implies can 的時候 當然是一些我能夠做的事情 我怎麼能夠死呢 是不是 如果死都可以的 那我什麼不做可以 是不是 那這個就沒有意思了 odg implies can 那當然odg implies can odg implies can 當然是不包括會死 就是如果是我要被迫要死 就是我不做就死的 那我就當然一定要做 是不是 就是有人會這樣看的 我不知道兩位怎麼看 就是如果是這樣說的 就是我們回到這次這個case的時候 我不吃他我死定的 odg implies can 我不能夠不吃他 那我就 那我就吃得他 是不是 但是odg implies can 那個can 到底是什麼意思呢 會不會是這個 其實這個 我們這個經常都覺得很重要的道德原則 其實 其實是太過模糊的 不清楚 一去到生死的問題的時候 接觸到我個人的死 我什麼都可以的 只要是依存到我死的話 我就做什麼都可以的 大家怎麼看 我沒有答案 我只是突然間想起的 不過你講的case 我覺得當然是那個警察不對 就是那個 就是這樣說odg implies can 那樣硬來的 就是一般不會這樣去理解 或者我講一講我自己理解 就是那個警察如果真的這樣說 就很容易博的 就是根本不是說 一般我們odg implies can的意思 因為我了解odg implies can的意思 就是說 就是那樣東西 我們能夠選做 或者不做的 這樣才有道德意義 這個就是odg implies can的 我自己理解的意思 所以他那個問題 可以選擇去 就是顧負責任 和顧責任 那個不是做不到 做不到那個 比如萬子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 你說協泰山以月不海 所以非不能為也 是不能也 但是為長者節資 就是非不能也 是不為也 那很不分 你將個泰山以北海 那是不能 但是你說幫長者節不節資 那不是不能 這是不為的 那是不為的 那是不為了